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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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教授来了 来 来 来 喝喝喝 在里面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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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琴熙把你都怕坏了 天天在我身边呢 说这庄教授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还不来啊 好 我是说 能有幸跟您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院里面有多少医生羡慕我 我们 都同一个屋檐下了 就别教授了 庄大神 要不还是叫您庄大哥吧 好 这个庄大神呢 是陆琴熙的教授 当时听说你来的时候 他可兴奋了 只是没想到 你来了 他走了 大神什么的太立足了 我就是比他多一些经验 陆琴熙在有几年历绝 绝不会比我差 那您说 他还有机会历练吧 你是说 这事给我管了 真对不起啊 都怪我拖延症 忘了楼车 你都已经说了十几回对不起了 态度够诚恳 放心吧 我不要求你退房子 我心里还是过不去 过也不去 嗯 我请你吃饭吧 正餐 不去面 你是对谁都这样 还是单单不想欠我人情 我小时候欠他人情太多了 长大以后 但凡能自己办的事 就绝不麻烦别人 这话怎么讲 我爸去世的早 我妈又一直忙工作 所以我的童年 是在邻居的照顾下过的 几乎每一顿晚饭 每次家长会 都要麻烦别人 大家都觉得我妹爹挺可怜的 也都愿意帮我们家 所以就把你宠得无法无天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无法无天 我这叫饥饿如愁好吗 好吧 主要我妈 她我长大 心理失衡长歪了 所以从小就给我灌输 人心单纯 世间美好 这些大道 这些听多了 你一旦看见 不顺心的人和事 当然觉得过不去 心里不舒服 原来是这样 所以 你的理想主义 来自于你妈妈的教育 我妈还挺坚强的 一直一个人带着我过 也没有在追究我爸当年去世的事 还一直在说是无心之过 无心之过什么意思 我没跟你说过吧 我爸其实当年是 不好意思啊 好 好 喂 杨主任 还没睡呢 刚去看了今天手术的病人 现在张跟才本人的意思呢 是化疗回去做 离家近 报销的比例也大 他儿子呢 不太想回去 顾虑比较多 觉得手术做得好 就迷信咱们医院 迷信你 我想 能不能有你出面 把今天咱们开会讨论的两全方案 给他们讲一讲 我知道了 我来跟他说吧 喂 你好 我是庄术庄大夫 不谢不谢 是这样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关于你父亲后续治疗的事 好 那你早休息吧 明天上班 我们可以面谈 好好 没关系 嗯 调什么呢 你走路怎么没伤啊 拍的怎么样 我看看 杨主任打电话来 是说大卡写的患者张跟才 他恢复得很好 化疗的事 那台手术 既然是你亲自做的 我就不再多关心了 反正那个病人对我也不信任 新的保险政策之前是我没了解清楚 您不是在会议上批评过我了吗 从那以后我回去重新学习了一遍 你放心 我长记性 就像你记住你的车灯一样了 他的后续治疗和化疗 如果在我们医院做 是没法报销的 救急救不了穷 也不能什么病都到大城市的三家医院 但是肿瘤化疗 如果现一级医院做 水平还是有差距 所以今天杨主任建议 我们来制定化疗方式 远程监控患者的指标 直到现医院来做调整 如果这次顺利的话 可以把这种模式开展下去 怎么样 这样解决还不错吧 你的意思是 杨帆为了病人的利益 和下级医院的医疗水平 主动拦责任上身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就算这是真的 也是做给你看 拉拢你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 就算不是因为你 那也一定有别的原因 反正我不相信他无利可图 只要结果是好的 有利可图又有什么问题呢 好 没问题啊 张教授我问你 你觉得治病可以当做投资 用商业模式来运作吗 把医疗事业 以商业模式来运作 规范细化管理是国外的经验 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你觉得杨帆他规范化管理了吗 至少这几天里 我没有看到什么不规范 这几天里 对 你没看见杨帆不规范 这几天里你看见不规范的都是我 是啊 陈小胜 你长不长记性啊,你 扳家前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能躺在沙发上吃东西 你掉一地渣 招来马以为怎么收拾 把你臭脚垢从茶几上拿下来 恶心不恶心 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 你看电视开这么大声 有没有公责心 你明天早上不上早班了不起 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除了我 谁都不准穿鞋进屋 这个 这个是他卖的 不能怪你 怪我 我的要求 不许商量 不许讨论 谁有意义 立刻请走 房子不退 哥 你把他怎么了